虱目咸粥 煎魚肚 蝦仁飯 跟香腸 豬舌割包 夜家小卷米粉 秋家小卷米粉 不知道要買多久 現在在台南 那我們現在要去吃早餐了 走囉 Let's go 今天第一站我們來到的是 位於西門路一段的阿唐鹹粥 在這邊我們點了 虱目鹹粥 煎魚肚 蝦仁飯 跟香腸 魚不錯 蠻香的 它這應該是沒有刺 它他們這種都有處理 所以先把刺盡量先挑掉 香腸的分量很少 對 就只有6塊 6幾 然後是冷的 冷掉了 而且還是蠻香的 蝦仁飯 這不是有名的那一家但是 蝦仁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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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們的粥 粥還在煮 好了 粥 這是小碗 等了很久 它是那種米粒一粒一粒的 蝦仁飯 它不是那種煮得很散的 蝦仁飯 我說是不是人太多所以煮得不好 它不會 然後它就是把鮮飯的魚啊 放進去 下去一起煮粥 所以粥裡面的湯會有魚的鮮味 然後還有放鵝仔 現場很多很多人 主要原因是因為它煮得太慢 大家都愛等 就是進來都走不掉 分桌率太低 對 分桌數字太慢了 這大概做了20分鐘 我們那週終於才來 所以造成人潮堆積 第二站我們來到的是 胡華街的夜家小捲米粉 因為這家只開到下午3點就會關了 那開到賣完 8點半到賣完 它已經有東西賣完了耶 那我們進去囉 好 先喝喝看它的湯 有一個鮮甜的味道 我現在還沒很早喝到這個味道 吃個小卷 好燙的感覺 好可怕 然後是新鮮的小卷 味道還蠻鮮的 嗯 這應該叫米苔木吧 這粗米粉 這是粗米粉 米苔木我比較Q 那這邊還有小卷蛋 大家今天已經賣完了 小卷蛋了 50 接下來王杯走一點 我們來到了 秋家小卷米粉 吃完了夜家小卷米粉 然後想說再來吃一下秋家 比較一下 結果你看到後面這個排隊的人籠 從這邊一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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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到旁邊的巷子 然後排到旁邊巷子之外 後面還要繼續延伸 我不知道要排多久 天啊 到底有多長 所以我們要吃嗎 好多人喔 好多人喔 都不知道要排多久 我先去排喔 你先去買飲料 看什麼 跟你買完多 看你前進多少 對 登登 它旁邊就是布朗安的總店 然後我買了它兩種 一種是魚池香的阿薩姆黃茶 七十塊一杯 另外 最便宜的是二十五塊 青紅茶 那我們來喝看有什麼不一樣囉 最便宜跟最貴的 今天喝的是最貴的 那因為我做了一個錯誤的決定 就是我 比較貴的那個我會加微糖 然後另外一個是無糖 你這邊喝起來相對的就比較深 阿薩姆的茶香比較 多了一個淡淡的 不知道是什麼 什麼花香的感覺 所以它的味道會更香一點 那論解渴我覺得 青紅茶比較 比較解渴 因為它是 有一點 甘草醬的感覺 那二十五塊的紅茶 有喝出二十五塊的價值嗎 有有有 二十五塊 二十五塊就是二十五塊的感覺 但是七十塊沒有七十塊的味道 它有一個小巧思 它的紙杯阿 事實上可以做成提袋喔 旁邊這個拉開就好 用力 所以不用太優秀 它是 可以穿過吸管 我完全看不出來這樣 我要怎麼練會比較方便 經過了二十分鐘的排隊等待 終於要輪到我們點餐啦 那它的米粉比較 真的它長得不太像米粉 就是 半成品的米粉 這種米粉比較熱 比較有一點嚼勁 比較像麵 比較像米韓木的 對 它比較像米韓木 然後湯頭呢 湯頭就會 它比較不是純甜味 它多了一點鹹味 剛剛在鍋邊 我覺得 還蠻有餘腥味 那我們吃完了 然後再也講一下 這兩間的 一個行銷的不同 那第一個是他們 價錢上才十塊 夜價比較貴 一百塊 然後夜價的 它顏色是 比較紫 比較輕 然後比較甜 秋家就是帶有一點點腥味 那就是看個人 口味又不停 夜價的小卷比較辣 吃起來會比較Q 然後秋家的 稍微小一點點 吃起來也是Q 但是沒有像夜家那麼Q 那米粉我就覺得差不多 米粉口感 事實上也不一樣 夜家的是 比較 沒有彈性 所以你一咬它就會斷開 然後秋家這邊 米粉就在後面 那事實上看得出來 它的米粉事實上是比較黃的 吃起來也比較Q度 那你會看得到裡面 還有一點點白白的部分 兩家米粉上也有一點點差異 還有冷氣冷氣 喔 還有一個最重要的就是 一家有冷氣一家沒有冷氣 還要講夜家有冷氣 夜家有冷氣 多了十塊 就是讓你去吹冷氣 秋家這邊就是沒有冷氣 它就是在一個以前的市場 市場的一個一樓 它是一個開放式的空間 那大家就是來吃的時候 可以考慮到自己 想要什麼樣的環境 吃什麼樣的口味 自己選擇啦 順著國華街繼續向北 這邊還有更多的美食 我們這次選擇了阿松哥包的 豬舌哥包 以及金德春捲的 春捲 再來就是 富勝號丸果的 碗粿 我們來到富勝號 我們來吃碗粿 它的菜單 覺得很簡單 就是有碗粿跟羹湯 吃看啦 美美的碗粿 美美的碗粿 我要來加料 加大蒜 麻煩的大蒜 先吃一口沒有大蒜的 有碗粿 它的碗粿是非常有入味的 它有一隻蝦 這個蝦就跟這個蝦仁飯一樣 台南都是這種小的蝦仁 它就是有一塊肉 兩個蝦仁 剛才我發現它沒有那個 沒有再放蛋 有的 會有一顆半顆 或四分之一顆蛋 它最近這家電影 頭心中央 然後二樓的周圍區 周圍區還蠻多的 大家就是在門口 等一下就那一位 阿松寶 它一份是兩個 兩個90塊 然後這是豬舌包 豬舌 敢不敢吃豬舌呢 Cook Q的 它的特別就是 裡面是用花生醬 這一片是豬舌 這片是豬舌 還蠻長的一片 對 我要吃 好 豬舌會有一個 特別的味道 這個味道可能 有些人喜歡 有些人不喜歡 就是一個蠻有特色的味道 我都在吃酸菜的味道 跟泡菜的味道 是不是它的豬舌調味太清淡了 我覺得是 因為一般的那個 掛包它的那個肉 都會有 對 就是味道很重 阿虎阿肉 可以吃吃的 對 然後它這個就是 吃起來就有點太清淡了 清淡 你會覺得好像有點 所以花生醬 還是覺得有點 少了一點 什麼的感覺 清淡醬有的濃度 我們要來吃我們的 雞長春餃 我喜歡它 花生粉加了非常多 這東西 吃論餅好吃的秘訣 就是花生粉 要加多一點 而且那個花生粉 不是單純的花生粉 就是你要跟糖 就是下去煮的那種 那種花生粉 要多一點 它就會好吃 它不是那種 包得非常密 然後裡面塞一堆料板 它是 有一點鬆 然後讓你吃到 每一個料 可以混在底巴裡的那種感覺 它的肉還蠻有嚼勁 親民必吃 好啦 那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 國華街半日吃貨之旅的美食啦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